搭入TVB封城禁地 揭TVB防疫八大暴震 絕不停擺 本部獨家三入電視城了解TVB抗疫應急措施 如何確保電視台24小時廣播不受疫情影響而停擺 在上個月中起TVB接二連三就有藝員及工作人員確診 到今個月二日為止,透過快速測試初步確診人數過200人 其中獲前藝員佔十多位 包括有胡定欣、馮瑩瑩、大祖兒、周家樂、陳家衛、羅樂林、聖夢學員潘正文 兒童節目Hands up主持吳文新及東張西望主持有良位等等 TVB領導陳許濤早前已再出部署 早已成立了抗疫應急管理小組 成員除了主席許濤外 還有節目內容營運總經理曾智偉 新聞及資訊助理總經理袁智偉 人力及製作資源助理總經理謝偉光 節目部總監李契昌和企業傳訊部總監王德偉 在疫情之下,小組二員工的心態為首要 由檢測、追蹤、隔離、工作安排和消毒等措施 也會緊密跟進確保台前幕後員工的安全 主席有一個指引給我們 一定要做的風險管理 這個必然 第二就是 始終電視台 無論甚麼情況之下 打風又或 這些情況之下 都要出街的 所以延續性我們一定要照顧著 第三件事 我們這個行業是人的行業 所以我們一定要照顧員工 如果我們這些員工失了信心 就是我最擔心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 在這三方面裏 我要繼續出街 我要同事不要太擔心 我要那個風險盡量控制住 就是這三個目標來的 去到我這裏 真正去執行的時候 我也想告訴大家 我大概都有三個階段要做的一些事情 第一就是 我之後要去評估 這個運作一定要 要談及順暢 但是 就是 TVP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如果你說我所有部門都要做 就做不到的 可以說這麼短時間 所以我們唯有都是去選一些 在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一些部門 例如就是我們的新聞部 我還有一些就是我們的廣播 我們的發射 就是這些是技術性的一些工種 可以這樣說 但是這些工種 也都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究竟要怎樣 將我們的同事 在更加這麼短的時間裏面 將我們的人力拆開了兩批 就是就算Cutford不好 有人中了 我都不會把壓力影響全部 最基本的 每間公司都會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去搜集一些物資 如果你說那些口罩的傳播 都已經存了很久了 在第五波開始的時候 就是會比較常搶那些快測 是的 快測 救我們一個月的了 現在 我經常都在那裡說笑 就是現在 除了實際上那個消毒 是真的有一些清潔的效果之外 其實那個形象就是那件心快衣 那件心快衣是令到那些同事很開心的 還有漂白水味 那些漂白水味 你一進去它的位置 如果它聞到漂白水味 其實它就很安心的 所以我現在是用漂白水來安備它們的心 曾志偉經常說 心安有平安 他經常跟我們開會 最重要是心安 剛才他送給你們那些藥包 他說最重要是身體的免疫系統好 提示我們 他又被東張西網那些出去採訪的時候 可能有些去到一些區域 有些人需要的時候 他又會送給他們 癡心電視人只有一句 Soul must be the one 是 就是這個文化來的 是 大家沒有想過 就是有一個 用什麼方式他們出街 比如說一些資訊性 或者文化 青年 一些訪談的節目 袁志偉先生 他們已經預備了很多傳播在這裡 我們在不同的國家 我們都有自己的團隊在這裡 比如說泰國 台灣 美國 加拿大 甚至乎紐西蘭 馬來西亞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團隊 還有TVBC China 在大陸那邊 那變成我們其實 如果我們都有量度過 真的事情去到很差 廠會再繼續平下去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PanB的計劃 在製作方面 譬如智偉和珍姐 和袁智偉 他們都已經量度了 用多少時間去做Live 其餘的 我們就 例如可能交由 我們海外的製作組去協助我們 我們唯一有影響是什麼呢 是兒童節目 今天政府也都有Announcement 說全港的免費電視台 我們的兒童節目 是豁免我們 暫時可以不需要開個劇組去拍 如果真是導師導師才去PanB 因為公司因為人太多 就是這些計劃是很問的 所以一定要做一個最抓緊的Emergence Plan 智偉和珍姐 他們分別去抽了一些同事 當然他們是可以很自願的 如果情況最壞的時候 我願意留在電視城裡去幫忙的 有一堆製作組的人說 不如試一下用旅遊巴 智偉又遷就他們的意思 因為始終這些都是很自願性的東西 那你想旅遊巴就是旅遊巴 譬如Kelvin那邊 有些新聞部的同事 不是喔 我想在酒店 那就去酒店 那我們盡量都是去貼合他們的要求 所以我們真是在內部 沒有想過說要停擺 只不過用什麼方式 是用一個效率這樣出街 謝謝莫隊 我們有reso發行的 我們有��好嗎 歡迎我們 我們留學過 我們有很多這個 軟臨 我們 den紙 我們2020贓